بسم ا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نذكر بإذن الله تعالى أنواع الهجرة 凭博辞 横辞的安拉之宗明 这节课我们讲述关于迁徙这个问题 迁徙分为三种 从麦加迁徙到麦蒂娜 这种迁徙已经结束 为什么呢 因为麦加已经被解放 麦加已经成为伊斯兰的城市 这也是安拉向人类的一种报喜 也就是麦加永远也不会回到 废福的非信的状态 也就是穆斯林的地方 第二种迁徙是 从非信式的地方迁徙到信式的地方 这种事项 这种行为 一直到复生日都会出现 第三种迁徙 从迁徙 这个禁止的迁徙 يعني تهجر الكفار لا تشاركهم في عيادهم واعتفالاتهم وتقسم وتدخل المعابد 迁徙 从这个废福上 从这个非信的行为上 进行迁徙 وتهجر العمل تهجر الشرك والبدع والمعاصي والمنكرات 为了避免一些 这个 这个 安拉所禁止的 事情上 进行迁徙 وتهجر الازمن التي يحتفل بها الكفار يعني لا تشارك الكفار في عيادهم في وقت الأعياد 比如 这个 在 非信式 居住的 地方 他们有一些 非信的行为 从他们之上 وتهجر الامكنا يعني لا تأتي الاماكن التي اجتمع فيها الكفار كالمعابد 就是 这个 为了避免 自己在宗教上 受到伤害 在信仰上 在服从阿拉的行为上 受到伤害 受到非信式的伤害 而迁徙 这就是迁徙的 三个方面 从麦加 迁徙到 麦蒂娜 已经结束了 从这个 非信的地方 迁徙到 有正信的地方 这个 为 这个 为了避免 阿拉所禁止的事项 而去迁徙 迁徙 为了工作 而迁徙 为了 脱离 脱离一些灾难 而迁徙 按照 依据自己的能力 去迁徙 相反的是什么呢 工作 所有的事项 医院的工作 应当 去 这个 尽量的做到 完全的做到 教法所规定的事项 والعامل كل من أحبهم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做 الله 完全做 الله所取悦的事情 الملائكة الأنبياء والرسول عليهم 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أعلا 众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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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أئمة الإسلام الإمام بحنيفة رحمه الله مسلم的 إمام 教掌門 نعم كل موحد كل مسلم 他們都是 崇拜 الله دوي的 都是 مسلم 他们喜爱 喜欢这个 一些喜爱这个 摘月 他们喜爱 一些地方 比如 尽司 以及圣司 安拉之旨